第三个变化呢 就是存在主义 从存在主义 马克思主义哲学 转向了科学主义的马克思主义 这个是法国的批判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内部变化 一个内部变化 也就是法国的新马克思主义哲学 它的几个派别之间的 这样一个变化 那么这样一个变化呢 它是以什么 以这个新左派运动为契机的 就新左派运动的失败呀 对这个西方人重新思考 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哲学 和马克思的这个文化批判理论呢 产生了很大的这样一个影响 很大的影响 所以从这样一个 从这三个 我们只有把握了这三个转向啊 就是说后来的这个存在主义 马克思主义啊 就被这个阿都塞的这个科学的这个马克思主义后来取代了 取代了 所以我们看从这三个变化里面呢 我们要分析这个 这个列斐福尔和阿都塞的哲学呢 就可以把这三个变化串起来 我们可以看一看啊 整个就是把它们放到这个 整个二战以后 法国哲学的这样一个变化当中啊 来理解他们的这样一个哲学思想 来理解他们的哲学思想 那么这是这是讲的一个可以说是背景啊 我们理解的一个前提 那么下面呢我们看一看这个 列斐福尔的这样一个日常生活批判的理论 日常生活批判理论 这个列斐福尔呢我们前面呢 先把他的这样一个生平和他的主要的著作啊 作为一个简要的介绍 可以说他是这一个时期啊 最富有创造性的这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家 马克思主义哲学家 当然我们说存在主义马克思 它是一个群体啊 这个群体 除了有这个群体当中 包括这个我们讲的这个沙特 波夫瓦 梅劳庞帝 高石等这样一些外 那么还有一个整个的更大的一个群体 就是当时他们那个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啊 就是包括这个沙特他们的一个群体 基本上都是什么在法国的巴黎高师 这是他们的一个一个 就是这个群体的集结地 大家都是在这个 很多都喜欢讨论哲学 讨论哲学 我看到那个波夫瓦的一个传记啊 就是他原来还不理解 后来这个沙特就跟他说 他说你应该啊 就是说一个人的这个生活啊 你要成为这样一个思想家的话 就应该把写作作为自己的生活方式 就是你一生就是在不断地写作 不断地这个创作过程当中 那么你就是什么 就进行这本身思想的创造 就是一种生活方式 一种生活方式 而不是把它当作附带的 所以后来他们就决心了 这个自己的一生就选择这个写作 就是写作作为一种生活方式 那么这个就是很反映了 整个一个思想的群体 一个思想群体 但是在这个思想群体当中 聂非福尔呢 是一个是最突出的 那么另外一个呢 和他们的道路也是不一样的 和他们的道路是不一样的 就是说这个 聂非福尔的这样一个道路呢 这个沙特呢 就是这个包括这个沙特波法 他们的一个特点是什么 包括这个梅劳庞帝 所以现在对他们 是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家 这个是曾有争议的 曾有争议 包括他们自己也是不承认的 就为什么呢 就是说因为他们都是探讨 存在主义的哲学 就是他们自己描述的 包括这个波法写一个传记 大量的描述他们的这样一个 当时的这样一个生活 其实我觉得这个很值得一读 了解这个群体啊 它是怎么形成的 怎么会走向马克思主义的 它其中它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 是吗 它说当时这个最早的时候 沙特它为什么会杰出马克思主义呢 它一开始的时候 它就是因为这个当时 读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的书 读马克思的书 以及这个学习马克思主义 在整个法国的大学里面 是禁止的 它是一个禁书 正是因为它是一个禁书 所以呢大家都想去读它 就是看看这个禁书里面 到底讲的是什么东西 所以这个沙特呢 可以说是在课下 躲着读这个马克思的 这样一些著作 读马克思的这样一些著作 那么在这个读的过程当中啊 它受到了很大的益处 所以他们本身呢 都是一些什么 崇拜这个现象学 研究存在主义思想的 这样一些思想家 然后呢沙特就认为了 这个存在主义啊 关于这个个体的 这个存在问题啊 自由的问题啊 它解决不了 所以它在读马克思的书里面呢 它就觉得这个马克思主义哲学 有很多关于这个方面 友谊的这样一个资源 所以它就转向了这个 就用马克思主义啊 来解决这个关于能的自由 我们说了这个二战呢 它整个哲学是什么 解决能的自由 和现代性批判的问题 那么一个核心的概念就是什么 哲学要走出它的这个抽象王国 要什么 你要呈现这个现代性批判的话 就应该什么 讲具体 所以这个具体是当时的 一个核心概念 就探讨何为具体 何为具体 以及如何 哲学如何达到具体的 这样一个问题 所以在如何达到具体 如何解决着 这样一个具体的问题上呢 所以它转向了 这样一个马克思 转向马克思 但是对它自己来说 它从来不承认 自己是成 你把它定为 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 它是不同意的 它说我沙特就是沙特 我既不是存在主义 也不是马克思主义 作为一个哲学家 它是不能在先前的哲学 框架里面走的 如果你一开始把我定义 是存在主义的 和马克思主义 那我只是什么 我只是一个散识者 是吧 我只是这个框架里面的散识者 而不是一个哲学家 哲学家作为一个创造 它是对哲学问题 对现实问题的一个思考 至于所有的哲学 只是它的创造的思想资源 而不是在它的框架里面走 所以它和这个波夫啊 都反对把自己定义为 存在主义的 马克思主义哲学家 反对把自己定义为 存在主义者 和马克思主义者 我们国内关于真正很的 它倒是存在主义 还是马克思主义啊 什么真正的很厉害 但是对于他们自己来 我就在这儿讲一下 就是说不同的观点 我们现在讲的 也是为了一种用语上的方面 就是为了使大家理解 和前面的马克思主义 分开一个用语上的方面 但是绝不意味着一个本质 如果你要是真正讲哲学家的话 讲它的这个传统化 就应该讲什么 沙特的哲学 或者说涅飞福尔的哲学 这是最精确的 最精确把它作为一个 这个时期 或者法国战后的 这个马克思主义哲学 是比较精确的 但是我们现在 为了这个理解的方面 所以也用这个词 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 把这个用语 跟大家解释一下 它是怎么产生的 这样一个用语 但是呢 在这个地方呢 就是沙特 涅飞福尔 梅劳庞帝 所以大家对他们有争议呢 就说他们只是用马克思主义资源了 来解决存在主义的问题 但是还有的确是用了马克思主义资源 所以沙特到后面 从存在主义呢 转向了这个马克思主义 转向马克思主义 尽管他自己不承认啊 不承认 但是他的确有这样一个过程 最后他是自觉的 用马克思主义的这样一个思想啊 来改造这个存在主义 觉得存在主义啊 对这个现代性的批判 对具体范畴的一些说明啊 他本身解决不了 现象学都解决不了 所以他转向了这样一个 包括这个梅劳庞帝 但是和他们不同 和他们不同 涅飞福尔一开始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而且是一个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 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 那么在这样一个 作为一个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呢 他后来经过这个苏共二十大以后 他立即发生了一个思想上的变化 就转向了什么 就是在整个这个法国二战以后的 这样一个变化当中啊 他就转向了对这个存在主义的 这样一个 这样一个思想资源 包括现象学思想的资源的一个习取 转向了现代性的批判 就是如果在这个苏联的传统马克思主义 他是讲了什么 我们讲的是一个生产力生产关系 自然变成法 不是 自然发展这样一些范畴 而自然他转向了对生活 日常生活的这样一个批判 所以通过转向以后 他马上开展了一种哲学的批判 哲学的批判 所以如果说沙特他们是从存在主义 转向马克思主义 而这个列斐福尔呢 刚好是说什么 从一个正统的马克思主义 走向了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 所以和这个葛兰西和卢卡奇 有一个很大的区别 葛兰西卢卡奇他们什么 一开始 而且始终都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 是吧 他们始终都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而这个列斐福尔和沙特他们呢 就不是说始终都是一个西方马克思主义者 这个沙特呢 那个美劳庞帝他们呢 他们是从什么 存在主义走向这个马克思主义 走向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 可以说是从一个非马克思主义者 到马克思主义者 这样一个思想吸取的一个转变过程 而列斐福尔呢 是从一个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 也就是苏联的这个马克思主义者 最后呢进到了这样一个转变为一个存在主义者 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所以他们的这个转向是不同的 那么存在主义马克思这个转向过程当中呢 也可以说他从马克思主义啊 转向了这样一个存在主义 所以刚好这个路径呢是不同的 那么这样呢 但是呢 列斐福尔尽管他转向了存在主义 借鉴存在主义的资源 现象学的资源 但他始终没有放弃他的马克思主义的 这样一个信念 始终没有放弃马克思主义信念 所以可以说呢 在这个他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 这样一个地位上呢 他是更确定 就是说始终是没有人怀疑的 始终没有人怀疑的 那么他的这样一些思想批判 这样一个转向当中 反映他的这样一个著作的 我们可以看一看啊 一个呢 是马克思主义的当前问题 这个翻译过来 当时我们国家翻过来的时候 是把它作为一个内部资料啊 内部资料 作为这个批判 因为说他背叛了这样一个 马克思主义啊 内部资料 但是在马克思主义的当前问题 以及总结和其他 这两部著作里面呢 他对这个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做了一个清理 也是对自己思想上 做了一个清理 觉得马克思主义 他的未来发展方向是什么样的 他什么方向 所以这两部著作可以是他的一个表现自己 这个总结和其他的呢 就是从认识的角度啊 做了一个批判 做了一个批判 大家可以看一看啊 这个我们 因为我们学校的资料是很全的 包括很多古本书是百图都没有的 但这个书我们学校都有 大家可以如果有兴趣啊 可以看看他的思想转变过程啊 他怎么叙述的啊 怎么从这个苏联的这个哲学体系里面走出来 然后形成自己的这样一个思想的 那么后面的几本书 一个是日常生活批判 这是他的最主要的书 那么还有一个呢 马克思哲学 马克思哲学 那么马克思哲学呢 是他对马克思的这个思想的一个重新解释 马克思的社会学这本书呢 是对他的日常生活批判理论 和马克思哲学思想的一个综合性的表达 他比较比较开阔 对这个他的 因为他把马克思啊 理解为社会学 理解为社会学 他的主要的思想 还是要讲他的这个日常生活批判理论 就是他的马克思的社会学 和现代世界的日常生活 这个现代日常 现代世界的日常生活 我们学校也有 在这个文文馆里面 就是这个文文馆的四楼里面 四楼里面 是外文书啊 就是说这个里面呢 我们这个教材上面也列出来了 那么这样一些书呢 就是说这两本书 实际上这个思想 和他的日常生活批判理论 是一致的 是一致的 但他在后面的书里面呢 做了一个系统的散发 系统散发 而他的这个论国家呢 是对马克思的 整个哲学史的这样一个发展 以及这个政治哲学的 这样一个国家学说 主要一个历史的考察 主要一个历史的考察 所以这些书啊 可以反映了 他的整个的这样一个 哲学创造的活动 这是我们从这个 58年到76年啊 76年 实际上这一段时间的 这样一个书作 刚好反映了 他一个新的创造 我们说了 40年代以后啊 40年代以后 这个法国哲学的 这样一个变化 以前呢 他的这个著作呢 主要的都还是 在正统马克思主义的 这个呢是 他我们可以看 他怎么脱离 这个正统马克思主义 然后最后进到 这样一个 对现在这个 哲学的这样一个 研究 这样一个研究 这个里面呢 他其中特别在 这个马克思主义的 当代问题里面 当前问题里面 特别强调 他区分了两种 马克思主义 他说这个 他认为这个 哲学方面呢 他说这个 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啊 他说使马克思主义 哲学窒息了 他说这个窒息的 并不是说 马克思主义本身 哲学本身是没有生命力的 他说马克思主义哲学 本身是有生命力的 他只不过是被 教条主义啊 被他窒息了 所以这个 对马克思哲学的 一种挽救 要进行一种什么 历史性的治疗 而恢复他的生气 恢复他的生气 那么这样呢 就是说什么 要具体到内容啊 对这个变证法的思想 对马克思变证法思想 研究当中啊 来赋予这个 马克思主义哲学啊 他的一种新的形式 新的形式 这样呢 来改造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 改造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 那么在这个 哲学的这样一个改造当中呢 我们前面讲了 他最重要的思想 就是重新解释 马克思的 异化 这个异化理论 异化 这个异化和实践概念的 一个闪持 这是他所有的 这样一个起点 所有的起点 他认为对马克思的 异化概念呢 刚好是他最富有生命力的 这样一个部分 生命力的部分 所以我们来看一看 他对这个 马克思的这个 实践概念的 一个重新解读 重新解读 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 他对这个 马克思的实践概念 解读的一个 基本理路 基本理路 他以什么方式来 来解读 我们把它开口一下 他对马克思 实践概念的理读呢 主要是在三个路径上面 三个路径上面展开的 第一个呢 是从现代哲学和近代哲学 对立的意义上来解读 那么从近代哲学和现代哲学 对立的意义上来解读 是什么意思呢 包括哲学提问方式的变化 包括哲学提问方式的变化 那也就是说 你是对马克思哲学 你是站在近代哲学的立场上来理解 而是还是站在现代哲学立场上来理解 那么这个问题呢 我们可以说是整个西方马克思传统 就是葛兰西啊 他在散词马克思的实践概念的时候 他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点是什么 他就是批判这个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 他包括这个普列诺夫 他的讽刺他们 他说所谓正统马克思主义 他说比如普列诺夫 他们都是站在18世纪 法国维吾主义哲学的立场上 来理解马克思主义 也就是说他没有看到马克思哲学 在19世纪40年代 整个欧洲哲学变革的这个环境当中 就说19世纪40年代是个什么环境呢 整个西方哲学啊 在经历一个什么 从近代哲学到现代哲学变革的 这样一个过程当中 当时整个现代哲学啊 已经开始兴起了 通过这个包括当时新康德主义啊 整个的都发展起来了 那么马克思哲学呢 正式出来马克思创造哲学时代 正式出在一个什么 这个整个西方哲学的一个变革的过程当中 那么在这样一个变革过程当中呢 马克思哲学是什么 和当时的这个新哲学的出现是一样 是在消解这个近代哲学 消解近代哲学而走向现代哲学 所以你把马克思是放在现代哲学的提问方式里面 去理解它的实践范畴 还是说把它放在近代哲学的维吾主义的传统上面去理解 这完全是两个概念 两个概念 所以西方马克思主义 葛兰西首先提出来什么 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为什么 近代哲学 18世纪 站在18世纪法国维吾主义的这样一个立场上去理解 而是应该站在现代哲学的这个 这样一个高度来理解 那么这是葛兰西 同样的我们刚才讲的这个卢卡奇也是这样的 是吧 也强调什么 他以这个社会存在历史本体论的研究 来强调马克思的实践概念呢 是现代哲学 包括他的中介性思维方式 中介性思维方式就是什么 对整个近代哲学的理性思维方式的一个消解 那么同样的在这个地方啊 这个列斐福尔呢 他在继承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的时候 也是强调要从现代哲学和近代哲学对立的意义上来 来解读马克思的实践概念 就是马克思实践概念 是如何从近代哲学 批判近代哲学而过渡到现代哲学 他在现代哲学应该获得什么样的内容 这是他的第一个理路啊 第一个理路 也就是说他对马克思哲学解释的一个基本出发点 基本出发点 那么第二个思路呢 第二个思路呢 就是说对于现代哲学 就是马克思作为现代哲学 作为现代哲学 它是什么意义上的现代哲学 它是什么意义上现代哲学 我们说现代哲学它有科学的啊 它有科学的比方说逻辑实证主义 它也是现代哲学是吧 它有多种流派 但是它是从什么 要求从存在主义的意义上来进行阅读 那么说存在主义的意义上 存在主义是什么意义呢 就是我们刚才讲的法国哲学的 两个最重要的特点 最重要的特点 一个是强调什么 能得个性自由 能得个性解放的问题 能得个性解放 就是说你对马克思作为 你不能仅仅停留在什么 阶级意识上 就是像卢卡奇和这个葛兰西 探讨是一个阶级意识的问题 而现在探讨是什么 一个个性解放如何可能的问题 就是说能得个性解放是如何个能 个体解放是如何问题 这是存在主义的第一个意义 那么在这个里面呢 他就把个体的生成要素 个体的生成要素 个体的解放问题 把它放到第一位的位置 用这个方法来解释 那么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第二层意义的我们说了 这个法国的存在主义哲学 它的一个特点是什么 现代性批判 现代性批判 所以它的这样一个哲学啊 从存在的存在主义的意义上来解释 马克思主义哲学呢 也就是对实践概念的解释呢 就要把它放到什么 把它放到和现代性批判联系在一起 建立现代性批判 就是说马克思实践概念啊 应该是所谓能够解释现代性批判 建构现代性批判的这样一个环节 一个中介 那么这样一种解释 注定它什么 一定要超过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的解释 或者说对马克思本能的 这样一个思想的一个修订 对马克思本能的思想的修订 因为马克思讲的异化概念 实践概念是什么 它是在自由资本时代讲的 是在自由资本时代讲的 那么在自由资本时代的很多概念呢 虽然它具有一种方法论的意义 但是呢 它不能适合什么 在一个法达资本主义国家 特别是在一个进入了消费社会的 这样一个国家 一个现代性国家的这样一个结构 它完全是不同的 所以当它说用存在主义 我们说从存在主义的这样一个意义上 来重新解读马克思的实践概念的时候 不仅包括对先前的苏联哲学的 这样一个传统的修正 还包括对马克思所创立的 这样一个哲学传统的一个修正 所以在这个里面呢 它就说 这个要解读马克思的实践概念 肯定离不开劳动 但是有一个如何理解马克思的劳动概念 就是你是从宏观革命的角度 来理解马克思的这个劳动概念的 还是从日常生活的这样一个角度 来解释马克思的实践和劳动关系问题 实践和劳动关系问题 所以在这个里面 我们在包括我们这个书上写的 可能就是说 一开始你自己读的时候呢 就觉得好像不太清晰 但是我们讲的时候 就是说会把这个从存在主义解读 和从宏观革命的角度来解读 是有什么意义 所以这个联斐福尔特别强调 他说马克思以前呢 就是说要用这个微观世界的 这样一个革命 就是说以前马克思解决的是 宏观革命的问题 就是政权的更替问题 而现在呢就是要解决什么 日常生活的批判 就是要对这个微观世界的革命问题 要进行研究 这就是他的这个从存在主义意义上的 这样一个解读 那么第三个内容呢 就是对这个阅读的内容 就是对实践概念的这样一个规定 和他的结构的这样一个探讨 这个解读呢是和前面 就是说他的整个的录像 整个的录像啊 他不是随便抓一个概念 而是什么 以实践为一个核心概念 对马克思啊 因为我们说马克思说 他的哲学是什么 实践的唯物主义 那就说整个实践是马克思核心概念 你要改变马克思的这样一个哲学的意义 包括对他传统的一个更新 你就要什么 对他的实践概念 做一个重新的解读 重新的解读 所以他的整个解读的内容啊 是围绕马克思的这样一个 实践概念的规定和结构展开的 也就是说 他是从这个哲学的这样一个核心范畴 根基上进行改造的 进行改造的 而不是说对他的 我在以前的马克思 比方说我们讲这个卢卡奇 为什么他的弟子会批判他呢 因为他是在不修改马克思的这样一个前提下 实践概念的前提下 然后对他进行三次的 进行三次 所以他在整个框架上呢 还是在宏观革命的框架里面 还是在原来马克思的这个框架里面走 而在列肺夫尔呢 他发生了一个框架性的这样一个变化 所以他是什么 这个框架变化 不是说我在继承的这个实践概念里面 然后修补他的内容 增添他的内容 马克思讲了这个生产力的问题 那么我来着重讲他的阶级意识的问题 不是这样的 而是从他的这个实践概念的重新规定 和这个结构上的这样一个探讨上面 来重新闪述这个问题 那么这三个路向啊 就构成了他的这样一个 重读马克思的实践概念的这样一个理路 以及他对这个哲学的这样一个基本的理解